人在冰室 喂 你在哪 人在冰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人在冰室 我是娜姐 我是阿里神 喂 你又一個星期了阿里神 今天我們講些什麼呢 今天不如我們講一下 我們剛剛去到外國今活的時候 你有什麼困難 我有什麼困難 我們講的包括 語言、交通、學校 我們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娜姐 聽說你去了旅行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是啊 是啊 我今天想特別額外分享一下 終於等了三年 可以回香港 探望一些叔伯兄弟 親朋好友 今天就人在香港 和阿里神一起錄第二集 阿里神現在仍然在紐西蘭 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到澳紐的時候 大家遇到什麼困難 好啊 娜姐 當年我是和家人 一起移民到紐西蘭 當時我也是年輕人 父母都會搞這麼大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不用自己搞 例如找學校 起點飲食 但是呢 就是吃飯 其他事情都是靠自己 你呢 嘩 你又好啦 這麼幸運 我就沒有你這麼幸運 我就自己一個人 單拖 就去了這個紐西蘭 其實上集 都有提到的 我住在一個 Homestay的家裡 是一些香港人 就負責去 譬如是一些什麼朋友 他們就會找一些年輕人 如果誰想去移民讀書 都會經過他們 他們幫你搞手續 還有呢 你去到紐西蘭的時候 就住在他們安排你的一間屋 都會有個人煮飯給你們吃的 都不用怎麼做家務 就有幾間房 大約有六七個年輕人 年輕人 大家一起入住 在香港的時候 大家都不認識的 去到那裡 大家才開始認識對方 阿里神 你就再早多一段時間 去到紐西蘭 那你初初上學的時候 有沒有不習慣呢 唉 當然是不習慣 但事隔這麼多年 回頭看回 想起一些東西 清晰很多 那我回顧回 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是要重新認識那些朋友 加上文化很不同 當時我十歲本 即是 Form 1 現在的 Year 7 那我覺得 香港其實是有英文科 都挺好的 香港的英文水準 但是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突然間 所有東西都用英文去交談 去想 立刻去給個反應 其實是困難的 有時候 Lunch Time 都會自己一個人哭 覺得很孤獨 當時全校只有兩個黑頭髮的人 一個是柬埔寨妹 講少少廣東話 第二個就是我 我覺得最不習慣 我記得 上P課堂要脫鞋 上Library課堂又要脫鞋 很不習慣 精神困擾很大挑戰 那你呢 你要脫鞋 我猜不到 因為我看到你那時候 你已經好像河地 到處去收黑錢 不是 去認識一下其他人 問問問他們 anywhere嗎 脫鞋是不是要走差不多駛進去的路 是不是想鍛練那個腳底 我想問那麼大家 我沒有想過你完全不習慣 因為認識記念你時已經很熟悉地頭 就撞到會感到鬼 你早來都不習慣 我們遲來都跟你一樣是不習慣 另外我想問一下為什麼要脫鞋呢 有什麼原因呢 我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十幾個香港人 就沒有你講得那麼少 而濕社也是講廣東話 不過是英文溝通當然濕小一點 是是是 我認識你的時候是很快的 剛才說是很快的 都試過是很快的 我回答你那個不穿鞋的問題 剛才我接放學 就是下一點點雨 過巴馬線 我見到一個四五十歲的戴著席帽的外國 過巴馬線 是不穿鞋的 濕白白的 總括來說 不穿鞋是一個Kiwi的文化 我現在都見到那些小朋友上學都不穿鞋 大人、小朋友到處都不穿鞋 到處走 嚴嚴夏日練這個貼紗獎 是鐵紗獎 鐵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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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其實他們是否想打通 首先要打通這個腳底的任督耳脈 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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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打通了之後就容易搞定了 那你跟老P抽空有沒有問題呢 哦 那時候 那時候 我起碼用了一年的時間 去到FORM2 E8 就好些 就適應了 英文很快就上手 因為年紀小 容易適應 那你呢 我覺得英文科很大問題 大哥 本身英文呢 就不是很厲害那些 那就是普普通通 嗯 那你還弄一本沙士比亞 給我叫我去做個讀書半個 真的想偷偷埋牆 就是英文就有困難 是啊 沙士比亞是困難的 是啊 比PROEM更加一個level 是啊 嗯 是啊 嗯 那你問我 我有沒有困難 那當然有 我 我用了一年的時間 來鍛鍊自己去和人交流 溝通 那不是讀沙士比亞 我最後都是讀藝術的 沙士比亞 No way Shakespeare 是啊 是啊 那好吧 講完這個語言障礙了 那我們就講一下這個交通 那你是否搭車上學 是的 嗯 初期呢 通常都是走路的 要幾遠都是走去上學 課學都是走的 嗯 就是有幾遠 幾公里左右 就是每程 我記得呢 我當時15歲就可以考牌的 那我15歲一生完日 我就馬上就走去排旗去考筆試 在這裏呢 開車是頭身技能的 嗯 不會開車不行的 那你在交通方面有什麼經歷 可以分享一下 哇 我被你嚇一嚇 你說我一生完 你說我一生完仔就去考筆試 不是生完日 生完日 是 那我就是搭校巴的 那時候呢 交通呢 就很不方便的 走一就會 巴士多些 車多些 不過校巴就不是太陽眼了 因為不是坐公交 是 那如果你星期六日要去City的話呢 都要整個小時才一班車 那如果你騙了 就要等整個小時了 對嗎 那大陸威呢 都爆單 小插曲給大家知道 那時候呢 我和另一個同學呢 就在City等阿里神 那這個人呢 就經常遲到的 就是阿里神經常遲到的 那一個小時 如果等到一個小時 有時候都會比較閒閒的 那我和朋友呢 就等到眼都睹了 那之後他一來到呢 我們就會給他一個大懲罰 那我就和另一個同學 打一個顏色 然後就一下子推他上場 一下子 就是阿里神埋牆 然後呢 就一直撞他 蹭撞 批差他三分鐘 但是他很享受的 很開心 然後他在那裏 狂跳一輪 對呀 有這樣的事 那你們這些香港人 生活壓力大 我原諒你們的 你們兩個其實都是 很均勁的 那我看你們都是要 用這個法治的方式 去release你們的不滿 那我就算了 給你們這樣做 在公眾場合都給你們這樣 唉 我都算了 原諒了 說實話 那巴士 每班45分鐘 怎麼辦 沒得搞的 遲到 那你早點不行嗎 是嗎 大哥 我最早都是欠過一分鐘 那巴士都要走了 然後45分鐘之後 我遲一個小時 其實都很合理的 唉 那時候慘了 沒有電話 是不是 那除了我們之外 你有沒有其他 你們要等我 是 是啊 沒有電話 一定要在那裏等 不是你去了別處 你想找我們 沒有電話 那除了我們之外 所以我只要能夠跟那些鬼做朋友 是啊 然後你們一群人來了之後 就突然間 就多了一些香港的同胞 就跟你們去交流一下 是 那我呢 基本上 我就沒有什麼 跟那些鬼妹打架 經常都是黏著香港人 或者馬拉人 或者中國人 那阿里神呢 他就有鬼妹朋友 那我就沒有什麼 那 之外 我們是一間女校來的 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那有一次我回到家 發覺被人弄固 被鬼妹弄固 黏了一些香口膠在我頭髮上 那我就很不開心 要照樣剪掉那個撿頭髮 那我有沒有跟他講過這件事呢 嗯嗯 我其實呢 有些印象 現在回想起 我是記得的 你是跟我講過的 是 就是 很難過 回想起 我覺得 歧視是一定有的 如果我今晚看到 有人這樣搞你的頭髮後面 我一定跟你出頭 在這裏呢 除了會被人 叫花名 例如青瘡 青瘡 China 或者會被人泡口水 又被人撞 嘩 我最討厭的是被人扔食物 我是會穿的 嗯 你想不想聽一件事 厲害 好的 來了 來了 我成為五是跟你同學 但是我成為四不成為三是另一間學校 是個男女學校 比較靠我以前住近一點 對 我記得 好像在午飯時間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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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一群土人 在紐西蘭挺有土人的 澳洲挺有土人的 是的 知名有男有女的 在兩米以外 整個牛肉梯 在那裏 插著 啊 啊 感覺 當時我穿著了 穿著了 是 我立刻李小龍掌針 是 跳一下跳一下 搓一下鼻子 你記得李小龍的樣子 嘩哈 是 那我打算嚇他 你猜發生什麼事 怎樣呢 很緊張 來吧 他怕 他走 是 是啊 那我明天追 他怕 我就追 我跟自己說 今天一定要跟你定勝負 之後消息傳得很快 他們以後都不敢搞我 正所謂要自強還是要靠自己 是啊 在內閣生活 靠早期的時候 是有些挑戰的 希望沒有嚇死聖眾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你有沒有跟他說 今天我一定要跟你 劃山案件 分出這個勝負 不是你死了 不用了 學李小龍 當時的年代 他們只認識李小龍 那行不行 你有沒有打他們 可以 有 真的打他們 真的打? 厲害 真的 厲害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好 我們 我當然不建議別人 用拳頭 但是 你不用拳頭先 的話 就OK 別人開你拖 難道你不還 還拖 還是 這是我個人意見 我一分拳頭 到現在都沒有村沒有難 我們不是鼓吹暴力 但是 迫到埋伸 都要保護自己 除非你去 他飛那個洞 你一口擔這個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才不會吃到你的東西 一口擔這個洞 一口擔這個洞 整個回憶 讓他看看 哈哈哈哈 回憶洞 好啦 那 天啊 我們今天爆炸這麼多 好嗎 當然啦 下次再爆 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知道 記得留言給我們 記得SLS我們 是啊 Share 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下次再聊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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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